现在是2024 8月29号 上午9点20分 我在家中被江苏省毕州市 探官李全姆探火公开的惨害 已有7年多 惨害从未停止 仍在积蓄 此时此刻 大家可以清晰的听到 探官李全姆探火 正在我的房屋后窗 用低音量的咕咕鸟叫噪音 不停的播放 这是探官李全姆探火 常年累月 长达7年多来 日复一日 天天都会播放的噪音 不管是 无论是 炎炎夏日 还是 寒冷冬天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都会有 这种咕咕的 鸟叫声 探官李全姆探火 思想病态 丧心病狂 灭绝人性 投毒下药 投放不明气体 从今天夜里 凌晨三点钟左右 又一次 加大 投放不明气体 一天当中 无数次 尤其是在我睡觉时 加大 投放不明气体 我在睡觉中 被惊醒 呛行 我被惨案 不是个例 探官李全姆探火的存在 根源深蒂固 隐情很多 地方黑暗 感谢观看